歡迎來到數字的第二集 我們上一集 就講到這個表格 這個由1開始 當然有0,但是我們暫時不講這個0 由1開始 去到100的這個表格 這次 如果我將每一個數字 都加100的話 這個就會變成101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這裡就變成111 112 113 114 121 122 131 141 一直這樣去 如果你將由1到100 每一個數字都加100的話 就會變成這樣 大家可以看到 1加100之後就變成101 一直加,加到尾 100加100就會變成200 如果我們重複這個動作又是每一個數字 再加100的話 再加100的話 你看 101就會變成201 202 203 204 211 212 211 211 一直這樣去 而是者 我們重複這個動作 100次 就會變成另一個表格 由201開始 去到300 去到400 我們不斷重複 以上的這個動作 就會 有很多個新的表格 由301 去到400 去到 去到500 600 700 800 900 而到最後呢 我們就會有出一個 901 901 在這裡 901 去到1000 這裏 100 也就是999 加1 就會去到的 這個數字 1000 999 加1 就是1000 4位數 第4個位 就是1000 我們剛剛在做什麼呢 我們剛剛就是 由1開始 1到100的這個表格 不斷 每一個數字加100 推演出來 就真的好像這樣 我們一開始 由一個 1 到100的表格 每一個 每一個加100 每一個數字都加100 推演出一個新的表格 就是101 去到 101去到200 然後 然後 如此類推 每一個格都加100 就會有一個新的表格 不斷加 不斷加 這個又 在這裡加下來 不斷加 不斷加 到最後呢 就會有這個1000的表格 那如果 這次我這樣 將這些表格 用膠水貼上去 對呀 將這個表格 用膠水貼上去 成為一個新的表格 將它縮小 成為一個新的表格 而這次我們加的不是100 每一個是加1000 那它會變成怎樣呢 就會變成這樣 在這個呢 Sorry 我用回之前剛剛的藍色 這個呢 就是我們剛剛貼上了 用膠水貼上去的表格 這裏有 這裏有一個 1到100 100 01 到200 如此類推 那 就會有一個 由1到1000的表格 而這次我將每一個數字 每一個數字 都加1000 就會有一個新的表格 從這裡推現過來 成為一個新的表格 就是1001到2000 如此類推 我們這次又不斷推演 2001到3000 到4000 到5000 如果 不斷重複這個動作的話 第10次我們就會有一個 由 901到10000 的表格 這個10000呢 也就是等於 9999 99 加1 就會去到10,000 5位數 這個是10,000 那就是10,000 OK 說完這個 5位數的10,000是怎樣來之後呢 我們開始實戰了 我們一看到這個5位數 我們就要懂得怎樣讀出來的 我們這次開始實戰了 第一個 第一個數字 是讀成40,000 這個萬字是這樣寫的 45,600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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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7,000 7,000 8,000 45,678 45,678 OK 第二個是 17,000 3,000 3,000 3,000 9,000 9,000 17,000 392 第三個 是 93,000 5,000 8,000 9,000 第四個 2,000 2,000 4,000 8,000 7,000 1,716 2,000 4,000 7、8,000 1,716 而剛剛的答案 將它寫成中文字呢? 就是這樣 我已經幫大家分成顏色 例如在這裡看到 45678 大家可以看到 不同顏色的字 是對應哪一個阿拉伯數字 它的中文是怎樣寫的 值得注意的地方呢? 在這裡 這個一字 即是這個 對 如果我們手上只有兩個數字 例如這樣 16拼在一起的話 我們會讀做 16 但如果我們前面 再多一個數字的話 這樣吧 我們 就要讀做 7、8、1、16 這裡就要加一字 7、8、1、16 這個是 需要注意的地方 好了 我們講完這個 普通的五位數之後 我們來點棘手一點點 怎樣棘手呢? 那就是有個 比1 還要少一個位的0 情況 情況是怎樣呢? 我們好像在 之前還是再之前那一集說過 我們之前還是再之前那一集說過 如果我們遇到 兩位數 而後面又是0的話 那我們 只需要直接 讀做 30 就可以了 那 如果 有個0的話 是錯的 是不需要的 那我們直接讀做 30就可以了 這次如果 如果這個0 在一個三位數的中間的話 那 我們 要讀做 3 8 0 1 在中間的話 我們這個0 是需要讀出來的 那 如是者 我們繼續推演 把0 不斷移位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3 千 3 千 0 1 14 1 14 是啊 我之前說過這個1 是需要讀出來的 這個如是者 我們繼續去吧 這個是 30 0 149 30 149 好 好像之前那樣 我這次又把答案畫了 顏色給大家 那 沒有什麼 或者可能大家看到 為什麼這裡會有些英文的 那 純粹暫時給大家做個參考 那 等遲些大家習慣了這些數字 的中文怎麼讀 之後 我們 再遲些讀大一些數字 就會順便教英文怎麼讀 OK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有問題的話 大家可以隨便在這裡暫停 看看 這些 答案 和自己 所讀出來的有沒有不同 那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去下一項 給大家一個練習 讓大家嘗試讀 畫面上的數字 對了 就是這些了 那 都到了尾聲了 讓大家看看這個數字 那 那 今集就說了這麼多 下一集我們就會 繼續把這個 慢 再推演過去 下一集再見 對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 建力